注意就是Round因為它這個得到的結果是一個數字 有小數點的數字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Round有沒有 把BMI放裡面 刮弧 然後呢外面再加一個Stream 把它刮弧 不過特別注意 刮弧數量你要算對 像我剛剛自己也做錯了 少一個刮弧 一執行它會出現什麼錯誤 它好像會出現什麼 你那個哪個地方 他說你語法錯誤 語法錯誤 而且明明是錯在哪裡 錯在這裡 結果他跟你講說哪一行錯 這一行錯 我點一下看一下 有沒有 他好像 他會以為這一行錯 所以如果你們發現下一行錯 有時候不見的那一行 你會發現奇怪沒有啊 我那一行沒錯啊 原來就上面少一個刮弧 OK 這個地方 他如果語法錯誤的話 你可能算一下 這邊只要有一個 兩個 三個 有沒有 後面就要有三個 少一個嘛對不對 刮弧一下 這個也還蠻常遇到的錯誤 看起來沒什麼啦 不過就錯 錯你就卡住 你也如果不知道的話 那就一直run 奇怪 一直下面那一行 一直看一下 其實是上面那一行 這個也蠻常遇到的啦 我自己 遇到好幾次後來就習慣了 習慣一看就經驗法則嘛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說 老師你怎麼知道 我 總不可能在這邊試 試 超過十次給你看吧 老師你不熟耶對不對 我一定要很熟的狀態給你們看 我不可能說每個地方都故意做錯吧 故意做 所以呢 如果你們發現錯誤 有的時候其實我有遇到過 好 當然你要知道說以後遇到錯誤 你就要把那個錯誤給修正 就OK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把它執行 那如果說我今天執行的話 請輸入體重 OK 好 假如這樣 我隨便輸入一個 好 那你會發現 這應該已經接近我們要的結果 我們剛剛PowerPoint是這樣 BMI冒號 把這個結果輸出 然後呢 頻語 不會少一個頻語 但頻語的話呢 我要怎麼把它加在這個前面 當然你想說 那我是不是每個地方都加頻語冒號 頻語冒號 頻語冒 每個 但是我如果不希望這樣子 因為頻語冒號每個都會有的話 感覺好像有點那個重複了 所以呢 我應該加在哪裡呢 理論上應該加在這個的後面 有沒有這個的後面 所以再把這個後面怎麼樣 加上一個什麼呢 雙引號 我要先讓它換行 有沒有 換行的話 剛才我講過嘛 反斜線 N嘛對不對 換行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頻語 來打個頻語 有沒有 然後冒後 OK 好 這樣子 串一個 頻語 然後再多一個過輕 或者標準 那我再試一下 執行一下喔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然後一樣輸入 然後隨便輸入一個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結果 OK 但是 遇到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呢 它這邊換行了 沒錯 換行到這邊 頻語也出來了 可是呢 它變成說這邊多一個換行 也就是說 我如果希望這個換行不要出現的話 跟各位講喔 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你可以在 這一個 printer的後面 多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呢 逗點 所以在最後 刮壺的前面加一個逗點 跟它講說 我那個後面的Enter 你不要幫我輸出 那Enter都 因為其實printer 後面會多幫你加一個Enter 那那個Enter怎麼去掉 你跟它講說 end end end指的是 就是它最右邊的那個Enter符號 幫我把它變成沒有 沒有的話呢 就是兩個雙以後 這個叫空置串 就是最後面的那個換行 意思是說把換行符號 幫我清除掉的意思 其實未來如果 遇到要把那個換行符號 反斜線跟拿掉 那就加一個空置串 這個就是清除 最後那個清除掉就好了 OK 試一下 如果這樣的話 執行一下 OK 然後這邊的話 輸入65 把它隨便 再來體重168 Enter 有沒有發現 BMI 然後把這個標準體重放過來了 然後換行 頻語也過來了 最後呢 我把那個換行有沒有 把它拿掉 所以它等於是之後的東西 都會剛好串在頻語的後面 OK 這樣的話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構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吧 第一個就是 串BMI 然後把它BMI放過來 換行 頻語 然後這個 這個比較特殊 就是把它吃掉的意思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輸出成這樣子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RUN的話 我剛好提過 如果你不要用RUN的 你可以用Format 你要怎麼用Format 你先試著把這個先做做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樣就串接 所以未來的話 很多地方 就是你要把那個結果 跟文字 互相搭配 變成一個連續的敘述 OK 所以你每一個人只要執行系統 他看到的結果固然不一樣 但是有些地方 他就會有一些變化 那個中間會變化就變數了 OK 而且會牽涉到做格式化 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可以參考那個第幾頁 第那個 62頁 OK 至於剛剛我的寫法 跟在62下方不太 下62下方 寫的是用Format 不是用那個RUN的 所以你也可以把我剛剛 如果RUN的我這邊沒寫 你也可以把他稍微 自己再補充一下 把他補到那個 把他補充到那個後面去 也就是盡量 像這些東西 如果你怕會忘記 我建議還是一定要把他寫下來 否則的話 你下一次又忘記了 OK